嗨大家 哈喽 自古以来 有很多很多描绘美丽女子的辞造 比如樱桃小口 也许小口呢 对于某些柔和度非常高的脸型 是非常适用的 但是它在我们这种线条 比较硬朗的方脸上 如果还想要元气感和柔和度 大嘴后唇就会更加适合 也会显得人高级感满满 嘴的形态吧 其实另一方面 它也是性格的写照 像我 我就不是一个 温婉如玉的小女子 所以樱桃小口 在我这种方脸 大女子的脸上 Let me put it this way It's a joke What the f***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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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smin 今天这期视频 就来给姐妹们分享 我的超简单 风唇大法 不用打过尿酸 一样让你薄唇变肉嘟嘟的后唇 想打造唇部风盈而且嘟嘟的这种视觉效果 我们首先就要把底打好 保证唇部是平滑滋润的 通常我会在前面一天睡觉之前把润唇膏在嘴巴上涂一层 第二天唇部就会比较弹润柔滑 口红涂在表面它视觉效果也会更好 第二天在我们化妆之前还是可以先涂一层润唇膏 再进行到唇妆这一步之前的这段时间 给它进一步的滋润 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在化底妆这一步的时候 到嘴巴附近这一块区 就可以把嘴巴稍微的抿起来一些 让粉底液薄薄一层盖在唇线的这个部位 这样就会给待会的唇线一个更加平滑 更好上色的一个面 但是大家注意不要在唇部盖的面积太大或者是太厚 等我们脸上其他部位的妆都化完了 就剩下这个唇妆的时候 拿一个面筋纸或者是揉面筋 轻轻地把唇部表面的润唇膏给它粘掉 就像这样再唇部轻轻按压就可 因为唇部如果有一层油润的唇膏 在后面上唇线笔和口红的时候 它的效果就会非常的迷 那第三步呢我们就可以画这个唇线 唇线笔的颜色大家尽量去选择 跟自己本身的唇色比较贴近的 或者可以稍微浅一点点 有的保安 它在画唇线的时候 完全一整圈都画在了它本身唇线的外面 基本上就是以中心为基准 完完整整地扩出去一圈 没错这个时候嘴确实是会比之前看着 但是它就会变成Duck lips 视觉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看起来就奇奇怪怪的 有没有人之前是这样画的 来勇敢地站出来我们看看 我们现在先来画上面的这一根 在两边外侧三分之一的位置呢 我们还是要尽量贴合我们本来的唇线来画 如果你觉得唇线笔跟你的嘴唇摩擦有点大 然后画也不是特别好画上去的 可以稍微稍微的抿一下嘴 但是千万不要绷得太紧啊 因为如果你绷得太紧 它整个嘴巴的形状就找不到了 你画完了之后也不知道画一个什么鬼 画到中间三分之一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逐渐地把边缘向外扩一下了 画到唇峰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把镜子拿得远一点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看到脸的一个整体效果 唇峰这块我们有两种画法 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画的比较锐利 像一个Cupid's bow 第二种呢就是可以把它画的稍微顿一点 看起来唇峰也不会那么明显 这两种画法的差别呢就是 如果你的唇峰画的相对锐利 人中这一块就会看着比较长一些 那如果你把它画的稍微顿一点 人中就会显得相对短 但是到底是把它画的人中显长还是显短 会更适合我们整张脸 大家其实可以都分别试一下 这个其实也要看个人的审美 对于我来讲呢就是顿一些的会更加适合 一个是因为脸型 然后二来呢就是我的嘴巴 如果是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 它中间这根弧线就是向下的 视觉上就会有一点淡漠 甚至是会有一些情绪的样子 如果唇峰这块我再跟着去突出 就会显得整个人就太犀利了 那下唇部分也是一样 在画两侧三分之一的时候 都是要尽量的贴着本身唇线的位置来画 然后再画到中间三分之一的时候呢 就可以稍稍的比上唇多往外扩一些 因为下唇的下边这块会有这么一个弧形的走向 所以就算我们往外扩出去稍微多一点 它也不会显得特别假 那上下唇它比较完美的比例是1比1.5 如果你的下唇本来它就比上唇厚 差不多在这个比例上呢 在画下唇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去往外扩那么多了 这边给大家增加一个小tip 就是在画唇线的时候 不要把这个线画的太细 在我们这个最外缘画好了之后 你可以稍微往内扩两到三个毫米 帮助我们的唇线和后面的唇装有一个更好的融合效果 唇线完成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涂后面的唇部产品了 只要我用到它 就会在评论和弹幕里面有很多小伙伴问 如果是画这种唇线会把嘴巴向外扩的这种唇装 最好呢我们就不要选择玻璃面的 或者是特别油润的这种唇部产品 不然沉没之后它边缘的位置看着就特别的不自然 如果手里有哑光唇釉的话呢 其实我还是比口红更推荐你去用这个唇釉 上面的小刷子刷头这块比较小 不像说口红的切面就会很容易的涂出去 你可以把它盖到刚才画好一圈的唇线上 只要不要涂出去就行 到这一步下来就已经可以看出唇部更加风盈了 唇釉跟口红的颜色就尽量去选膨胀感比较强的 这个就是今天用到的唇釉 然后我手边还有这个大家也是问的非常多的 一款偏粉色的完美日记的口红 它们两个都是覆盖力会比较好的 而且颜色方面大家一定不要觉得 我是黑黄皮肤就用粉色可能会不好看 这种粉色跟我们的皮肤颜色搭称起来 其实是会非常显气色的 像日常妆的话基本上我到这一步就终止了 想要妆面更加的精致 我们就来进入下一个篇章 唇妆的进阶版 就像之前我们修容视频里面讲到的 也会用到提亮和加深 提亮会用到的是一个浅色遮瑕 用这个小刷把遮瑕上在 尤其是边缘不是很顺的地方 一个目的就是修复外轮廓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去打造一个浅一点的边缘 让唇部看起来有一个碰起来的感觉 接着我会把这个刷子在我手上蹭一蹭 立马它就变成一个晕染刷了 把遮瑕的外边缘推开 个人会觉得如果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妆 真的没有必要去做这一步 因为它这样整理起来 整个嘴巴这块就太过于干净了 丢失了那种更加自然的感觉 进一步提亮我会用到这个液体高光 直接用手指点在唇峰上面 上唇这块已经喷起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增加唇部的暗面 用一个斜角刷 把阴影刷在下唇的下面 接下来我们做进一步的加深 上下唇内侧的这个位置 如果你的唇部高度可以 有足够的空间去打造上下唇中间这个暗面 就可以进行这步优化 其实我觉得我的空间也没有那么足 但还是给大家示范一下 拿一根颜色比刚才的唇又深一些的口红 先把它涂在手背上 之后我会拿唇刷来直接在手上沾这个颜色 把它涂在上唇的内侧 涂的时候注意中间后两边薄一点 然后下唇也是一样的 怎么样 进阶版是不是也很简单 每次拍干货视频 虽然说从脚本到拍摄到剪辑都会比较久 但是我看到大家留言都说是能够收获到一些帮助 而且很多姐妹也很喜欢这类的视频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鼓励 陪伴还有一键三连 Hope you guys love today's video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Bye by bwd6 by bwd6